众所周知,缘故表面上是一家特赦公司 但实际上却是一家音乐公司 充分贯彻了用脚做特赦,用心做音乐的特质 然而这么多特赦剧中最能勾起你回忆的 并不一定是小时候看过的奥特曼 而是奥特曼中的那些经典歌曲 通话说得好,不怕歌曲有多好听 就怕前奏一响触景深情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看看我心中最好听的奥特曼歌曲吧 第一首奇迹再见 傻也别说了,先把全体起地打在公民上 如果要评选出一首最能代表奥特曼的歌曲 那么奇迹在心必定榜上有名 这首歌的经典程度无需阿泽赘述 看过迪迦和没看过迪迦的都能跟着哼上两句 歌词上的那句微笑面的危险 梦想成真不会遥远 鼓起勇气,坚力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 更是被无数人复为经典 甚至有不少人将其当作作用名 鼓励着自己以利前行 既航振奋的旋律加上积极正能量的歌词 任谁通了都会把持不住 毫不夸张的说,一定是奇迹在线生存的年代 但凡是晚个几年推出也就没雇佣者啥事了 第二首永远的奥特曼 没想到吧,看一句就是两个王炸 有一说一啊,不是阿泽偏心提加 主要是这歌确实好听啊 你能想象吗,一首ED的知名度居然比不少奥特曼的OP还要经典 每当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 阿泽总是会联想到迪迦的大结局 世界各地的孩子用希望之光复活迪迦的场景 总是会联想到放学之后飞奔回家 只是为了准时收看迪迦奥特曼的自己 如今虽然时过境迁 阿泽也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变成了每天打卡上班的996社畜 但只要这首歌的前奏响起 阿泽心中的那场希望之光便会再度亮起 依然会向着曾经的理想进发 第三首英雄 没想到吧 今天这期视频各位是做不下来了 作为准歌片的专手OP 英雄的水准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 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奥特曼三个字 但所传奇的理念 就是奥特曼系列作品中的精髓 各自方面仿佛就是为准歌量身定制的一般 将准歌坚持热血不服输不放弃的性格 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即使抛开奥特曼主击曲这个头衔 英雄依然是一首十分能打的作品 每当听到这首歌 阿泽总是会联想到准歌坚守阵地 独自对抗一身兽的名场面 我不能退缩 因为我的背后是万家灯火 第四首只想守护你 好家伙 这位更是重量级 作为戴拿的第一首异地 取风激昂振奋人心 完美契合了戴拿的主题 主角飞鸟从一个前期爱出风头 爱傻小聪明的冒失鬼 逐渐成长为了为了理想 为了所爱之人战斗的真正永胜 比如在大戒剧篇章中 即便飞鸟体内的光已经被全部榨干 丧失了变身戴拿奥特曼的能力 但他依然带着必死的决心 举起手中的闪光剑 变身戴拿与敌人交战 歌词中的那句 没有谁比得上 没有什么比得上 我只想守护你 更是从侧面剧透了 非凉与凉的关系 一无所星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新人战奥特曼的老大哥 银刻的主题曲光是前奏就给人一种气势磅礴 且有神圣不可玷污的感觉 完美契合了银河开篇雄伟壮阔的火花战火大战 随着歌曲的深入 整首歌的曲调也逐渐激昂了起来 仿佛一名孤傲的战士 接近全力去对抗一切的恶势力 搭配上后山银河恐怖无解的战力 那种生灵其境的氛围感 一下子就浮现在了人的眼前 第七首 在气势磅礴 银河的片温戏走起了婉约的路线 整首歌都给人一种温柔似水的细腻感 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 一下子就能把人的思绪 拉回到学生时代的温暖午后 正如歌词中所讲的那样 无论时光任何人染 惊喜如一 皆在此地 由于当时远古的一些决策失误 导致奥特曼的TV作品 短暂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 而在2013年 远古依然顶着有限的经费 拍摄的银河奥特曼这部剧 如果这部剧再失败的话 那么奥特曼这个IP 狠狠地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也许是计划到了最坏的情况 因此银河的意地 更像是远古对观众的告别 各词方面更是表达对粉丝的依依不舍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银河虽然在口碑上两极分化 但依然为远古创造了不小的收益 也再次将奥特曼带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提拔美股和水野的遭遇 于是不惜支付高额的版权费 将这首歌作为规慢的插曲 这才阴差阳错地成就了这么一首经典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门内容了 你心中最好听的奥特曼歌曲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